侯市长跟柯主席 你们刚刚互相吹捧 但是侯市长 你在副市长和市长任内 市府被起诉级侦办人数 破纪录高达140人 你的治安满意度也都是后段班 这种包袱 这种成绩 你怎么贪腐 怎么拼治安 柯主席 你为了扩张势力 各县市党部成为黑道 强盗 暴力讨在和问题人物的坛口 跟挺色滩的高宏安 也毫无顾忌地和国民党的牛鬼蛇神 拥抱在一起 柯市长 民众党才四年 怎么堕落这么一样的快 柯市长过去也常批判 好龙斌政府贪污 但你自己知不知道 在你任内 依贪污罪起诉的市府官员 多达108人 比起郝龙斌市长时代的102人还要多 你们还在这里自我吹捧 你们比别人青年 要你们两个人来反贪腐 可以说是贼鬼 退后担了 侯市长 你的大群管 现在的凯贤院 游走在法律边缘 竟然申请99个门号 企图逃漏税 还向学生收起高价租金 你却在这里大谈你如何照顾年轻人的居住权 你愿不愿意把大群管交付公益信托 跟我一样免费提供给弱势学生来居住 客市长 你投资农地来炒地获取暴利 将农地批建为停车长来非法收取租金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样 把这块农地也交付公益信托 免费提供社区作为公益使用